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普吉镇的普吉老街中心花园位置 今天晚上将会有迎神活动 你马上就是满大街的鞭炮了 然后我也做了全副 你看这人山人海超级多好期待啊 现在整个现场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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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人了 大家都身穿着白色衣服 然后到处都是鞭炮声 鞭炮的成功 对于我们来说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收到鸡瞳送的糖果和手绳 这是一封美好的祝福 随着夜幕的降临 银神的队伍越发的壮大 在雨季的普提岛 我们又迎来了一阵阵的阵雨 当然风雨无阻 这是必须的 现在呢下雨了 万事不要急先吃个瓜 扶鸡是道教的一种通灵方式 神明上升为起鸡 上升之人称为鸡童 整个过程称为伏鸡 不是所有的鸡童一开始就会加入到队伍中的 而且要等到神明降临的时刻到了 他们才能备上升 此时号角已经吹响 在德高望重的鸡童带人下 九皇大帝北斗新军的作家向我们一步步驶来 现场所有的人都怀着崇敬的心 祈祷着幸福的心愿 我身旁现在所送的神明就是九皇大帝 非常非常的速度 而且人非常多 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必须蹲下来一起礼敬 在泰国 一个人的信仰从出生那天起就伴随一生了 所以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到整个仪式中来 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 这都是一份福报 大家可以看到身后就有这样的空派已经放在路两边 现在身后全部都是等下迎神的人 大家都穿着白衣服 我今天的衣服不算标准 好 我们一会儿等神来 九皇社会在这九天的仪式里 分别要举行灯笼起干 迎玉皇大帝 迎北斗九星 鸡桶游街 上刀山下火海 礼拜七星过桥仪式 送玉皇大帝回鸾 灯笼落干等各种仪式 我们现在所在的现场是专要举行下火海 在里面已经超多的根本进去啊 过火仪式也叫下火海 在场地中央有一块约五米见方的火弹堆 虽然没有火焰喷出 但所有的炭力都清晰可见被烧得红彤彤的 可想而知炭火的温度有多高 仪式开始前要迎接九皇大帝入场 然后绕场三圈 过火的鸡桶依次入场准备过火 这个呢就是所谓过火 下火海的这个火堆 靠近这里你会觉得 哇这个热浪已鼓一鼓地来 那么鸡桶就赤脚从上面过去 这种感觉真的无法体会啊 过火是一种人与众神的沟通仪式 跨过去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一年会收到神明的保佑 身体强壮 兴旺昌盛 这也和我们国内遗族的火把节 有着相似的含义 正好这里的姿势排行的 是叫做河海 在这个场地当中 来的东南西北四角 中间的桩梁正在是 几个在下海的 是非常严重的 无论是场地的布置 还是仪式的流程 每一个环节 你都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 和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九皇盛会 整个活动的现场呢 是非常的热闹 但是为此也付出了 很沉重的代价 是因为这两天都在下雨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家 全部都是泥 踩在水里拍摄了整个过程 但是很值得 我们的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有的时候 你也有的时候